下面是我给大家录的新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我的摩世基地车 然后呢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加一下订阅和收藏 可以的话 我想这本书 我要冠名播出一下 希望大家都可都能支持 因为毕竟我也是 有工作的人 能给大家每天录书 说实话 真的有的时候挺累的 嗓子什么的 有的时候也真的受不了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 就当是 你们每天给我一两块钱 让我买瓶水 养一下嗓子 买点糖吃 好吧 谢谢大家了 第一章 末世将至 九月底 炎热漫长的夏季 终于过去了 秋天到了 但是江北城 天气一时半会儿 还是没有显现出 转凉的意思 天气 气温依旧停留在三十度以上 高举不下 可是一到晚上 气温就要立刻陡然下降 让人冷得瑟瑟发抖 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这个鬼天气 在城南一间不起眼的出租屋之内 空调的风扇正在嗡嗡嗡地响着不停 显得有些嘈杂 而空调的下方则是一间看起来不足十五平米的屋子 客厅和床铺都在这一间屋内 卫生间和厨房的门并排开在另外一侧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屋内看上去却很整洁 房屋的男主人 一名身形 有些轻手的年轻人 正坐在一张双层床的下铺 牢牢地盯着前方一部 前方不远处的一台电视机 电视机的迎平之上 此刻正在播放着国家电视台新闻的五间新闻 在这 在一个星期以前 江流石还没有用这台电视机看过球赛 以外其他的用途 更不用说守着电视机看五间新闻了 但是现在 江流石不仅破天荒地坐在了电视机前 而且还全神贯注地盯着时间上时钟上的时间 今天的中午12点45分51秒 国家电视台的五间新闻节目之中 将播放一条重要的新闻 下面是一条国际新闻 一个国际科学队团队刚刚 召开了记者宣布会 他们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冰冻层层中 发现了一种史前的超级病毒 这种巨型病毒 是目前人类一致的第四种超大型病毒 此前科学家已经在该地区 发现过另外一种巨型病毒 科学家们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发现了它 直到现在才公布出来 科学家表示目前还在对该病毒进行研究 暂时不知道这种史前病毒是否能够传染人类或者动物 也有专家表明 只要涌动层一直冰冻 就不必担心该病毒是否存在威胁 就是这条 江流石一下从床上站了起来 他看向了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12点45分左右 几乎分秒不差 就被说中了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江流石盯着电视屏幕 他关心的焦点已经完全不在新闻上了 这新闻他早就已经知道了大概的内容 甚至是在媒体上首次公开的时间 此时此刻 由于是直播的发布会 所以也不存在提前泄露的消息 即便是媒体和记者在一天以前就已经知道了有志上发布会 也不可能知道具体的内容 但是江流石 确实提前知道了 而且不光是这条新闻 在这一周之后 发生的好几件国际性冲突事件 他也都提前知道了 这不是因为江流石突然多出了什么预知未来的超能力 而是一个星期之前 他夫人发现了自己脑海中多出了一个星种 在发现这个星种的同时 江流石就从星种这里知道了一些信息 其中就包括这些尚未发生的新闻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今天这个关于巨型病毒被发现的新闻 因为这条新闻被证实 就意味着江流石从新竹这里得知的另外一件事情也将会发生 病毒感染爆发 世界末日来临了 而此前的几条新闻则是一些国家元首缺席重要活动 国际重要会议和行程临时取消的新闻 这些新闻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但是江流石确实知道 很多国家早就已经知道了病毒感染的事情 正在积极地做着撤离的准备 病毒感染爆发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的有效手段进行控制 告诉民众的话 只会引起恐慌和骚乱 所以民众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依然还在正常地生活着 却没有发现一些重要的人物已经不再出现了 这次关于病毒的发布会 就是这些高层给予普通人最后的一点仁慈 让他们死得不会太糊涂 十天后的下午两点钟 灾难就将毫无征兆地降临在这些普通人身上 而他们现在就和江流石一样 看着电视上的新闻 却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意识到 许多人用手机刷着微博朋友圈 新闻也都是看到这条新闻 最多也就是感叹两声 顺手转发一下罢了 江流石也没有打算去发现 告诉民众这件事情的真相 从那个玛雅预言被炒火以来 网络上的各种末日预言 就一直层出不穷 甚至连2012某某某 系列的实体之书都出了不少 电影更是拍了一堆 民众早就对这个话题免疫了 他发出这些帖子 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唯一可能引起的只有和谐 因为他知道 他说的事情都是真的 里面是有真正的内部 所以还会引起某些来自高层的警觉 也说不一定 虽说这个可能性很低 但是江流石并不想做无用功 还是给自己没有必要 淹淹太多的麻烦 而且作员江流石自己 也一开始觉得这些信息 也是值得怀疑了 直到今天看到这条新闻之后 他才彻底想起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不管是谁 乍一发现 自己脑袋里突然多出了一些信息 还是关于末日的 都不会立刻无桥垫地相信 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正常 平凡 怎么去相信世界末日要来了 在确认之后 江流石意识到他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他必须立刻开始准备 江流石首先在网上购买了大量的 粮米油面等生活必需品 为了保健期间 他还买了许多的压缩饼干和高能量的食物 以及许多的饮用水和急救药品 这些东西都能在一两天之内陆续送到 省去了江流石出门采购的时间 此外还有冲锋衣 耐磨的鞋子 一次性内裤等等 江流石也一并购入了 他还特意从一个同城的贩子那里买了一把匕首 一番万一 尽管之前对末日并不相信 但是江流石出于好奇的心理 早已经在自己脑海中列出了一张清单 自自细细地列举出了他在末世之前应该做的所有准备 为此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许多资料 而在网络之上这类帖子居然有不少 显然显得淡堂的人从来就不缺 不过看着这些无聊的帖子 这时候却为他提供了许多的参考和帮助 江流石很快就有条不紊地将大部分囤积物资 准备工作完成了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东西 星种的作用不光是让他知道了末世将至 刚重要的是星种能让他这个普通人 在末世之中具备自爆的能力 星种的真正用途是机械改装和升级 但是需要江流石提供改装主体和材料 江流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交通工具 汽车 这个目前对他来说实用性最高 改装难度也是最低 而且在各类的汽车之中 轿车首先就被江流石淘汰了 这种相对来说很娇贵的车型 在什么时候混乱之中是起不达任何作用的 末世帖子里推荐最多的载头工具是越野车 但是江流石对越野车也不怎么感冒 这种车内部空间太有限了 主观上来说 江流石最重要的是一种巨无霸 超长的货车 这种货车简直就是公路上行驶的货车 光是车轱辘就有一人高 但是这种车的数量太少了 江流石也是想想罢了 江流石在网上搜索着 他看来看去最后敲定了两种车 一种是货柜车 一种则是中巴车 出于对内部空间的执着 江流石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空间更大的中巴车上 不过几十万一台的中巴车 江流石是买不起的 完成物资的购买之后 他的银行卡余额已经不足一千块了 用情是不足以形容的 如果房子能卖 江流石会立刻毫不犹豫的低价卖掉 但是很可惜 他的房子早在他还读高中的时候去卖了 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刚过世 为了他和妹妹的生活以及学业 房子是必须卖的 在那时 两兄妹就一直租房过 江流石银行里的钱 大部分也都是卖房 以后用剩下的 结果 现在一下子因为购买物资 全部用光了 电脑电视机 能电器处理掉的话 还能有个几千块 但是依旧不够 至于去打劫行窃什么的 作为一个普通学生 江流石不认为自己 有着超过10%的成功几率 即便可以侥幸成功 被抓的可能性也超过80%以上 江流石没有打算买车 他准备租车 不过就算是租车 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 江流石已经在网上看好了价格 哪怕是最一般的主马车 一天也需要一千多块 时间就是一万五千块 更不用说还要购入大量的材料和金属 来完成对中巴车的改装了 这笔钱真是让人头疼 末日就在下个星期二了 越来越近 躺在床上 江流石深浸了几口气 但是还是感觉有些西方 作为一个学生 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生死挑战 说镇定如常 那是不可能的 想了想 他打开了QQ 找到了设有分组里的一个叫李军的ID 看到对方的头像亮着 立刻就发了条消息过去 李军在不在 很快就传来了滴滴滴的消息提示音 聊天的界面之上出现了李军的回复 看得歌新显示器了没 张流石这才注意到 对方的ID下面显示 李克 此刻 李军此刻正在用iPhone7在线 怪不得如此骚包着 表示保持着在新的状态 iPhone7 是这个月刚刚新出的首期 才刚出没几天 价格高昂 拿到手的人很少 李军 居然这么快就用上了 难怪一切这么得瑟 哼 这手机才七八千呢 张流石感叹道 这么贵的手机 他可买不起 想不到 都要默示了 都没用上新款手机 李军 张扬得意地回复道 七八千 怎么可能拿到第一瓶 我是找专门 把我抢够的 加了两千块呢 一台手机一万块 张流石 真的是只能感叹了 他因为父母早亡 还需要照顾妹妹 所以生活上 一直都是很节俭的 刚刚那一通买 已经是他有生以来 花钱最爽快的一次了 一万块的手机 真是想想都可怕 不过 看来李军 似乎还手头很宽裕的样子 张流石赶紧打次道 先生正确的 我跟你说件事 下周二 你有什么安排吗 下周二 哥想想 哦 对了 我微信上前些天 这是一小妞 下周二要带他去酒吧 喝完酒 你懂的 等着哥把他拿下 张流石 你听 有些头疼 他真有了一下 还是硬头逼说道 那个 呃 下周二 我想约大家打游戏 咱能不能 在寝室里不要出去 锁好门窗 啥 李军 已是没有反应过来 有牛不跑 跟你一个屌丝 打游戏 我脑子有病啊 不打 哥忙着 好吧 张流石 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他能提醒的 已经提醒了 即便是留在宿舍之中锁好门窗 也不能避免病毒的爆发 李军现在就和其他人一样 身上早就带了病毒了 十多天之后 他会不会变异成怪物 完全要看他的身体素质 锁好门窗 只是让李军能够 躺下在这一前提之下 不至于被那些变异的怪物杀死罢了 现在李军不听脑流石的话 江流石也没有办法 他又说道 李军我现在很急需用钱 你之前借我的两千 能不能先还我 钱 放心吧 我给你借的呢 过两天就还你 李军回道 江流石 皱了皱眉头 我现在就着急要用 可以说是救命的钱 你这么急啊 等一下 那小姐给我打电话了 我接个电话 等会再跟你说 李军回复道 江流石拿着手机 等了一会儿 却始终没有见李军 再回复自己 他的头像也黑掉了 江流石又摇了摇头 又想了想 接着又点开了 另外一个室友的头像 罗明 能不能借给我两千块 我最近没钱啊 收货费都砸游戏里了 我还想问你 借点钱吃饭呢 你借钱干嘛呀 罗明回道 那算了 没事 江流石 知道罗明是个游戏迷 虽然家里还算富裕 但是手上很少留的钱 他也只是碰碰运气 罗明 听我跟你说 下周二 你就留在宿舍里打游戏 关好门窗 别出门 知道吧 啥 咋了 罗明愣了一下 记得啊 张流石说完话 就挂了电话 他已经尽力了 欠他钱不还 借钱又借不到 至于其他人 要么江流石不算数 要么就没什么钱 毕竟都只是学生罢了 几百能拿得出来 上千就没什么可能了 看来还是要再想想办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